中聯辦主任 他這個中聯辦主任 他基本上是掌握了整個香港的 表面上是林鄭月娥 可是深圳掌權的是誰 是這個中聯辦主任王志明 那我們知道為什麼大家會覺得這個東西不妥 因為香港這幾年 我們知道他的言論自由遭到很大的打擊 他的法治也受到很大的侵害 甚至有人說已經不是一國兩制 是一國一制了 那誰是這個事情的始作俑者 就是中聯辦啊 就是王志明啊 所以香港民眾事實上是把這個中聯辦 當作是前置香港的一個力量 那你今天怎麼去拜會這個中聯辦呢 因為中聯辦等於是我中央派出在地方的一個機構 那你這樣去 你作為一個市長 你會不會變成你也變成地方化了呢 你淘汰就是你變成好像是 你去跟他去報告或怎麼樣 這種感覺我會覺得並不太好 他只有好像陸屏做的還可以 其他一事無成什麼事情都沒做 所以高雄市現在路也比較平了 感覺啦 至少那個坑洞先補一下嘛 對 對 就感覺全部他只做這件事情 其他完全沒有 他所有的競選政見都是對立面 而且對立的離譜 譬如說他講說他不要政治口水 他要經濟100分 一天到晚在講政治 什麼製造對立啦 這個從嘉義里南弄一個萬里長城啦 不跟這個台北來往啦 我們南部可以自給自足啦 全台灣人都對不起高雄人啊 所有國民黨都對不起他韓國瑜啊 他選舉的時候沒有人幫他啊 然後所有的一切功勞都是他在忙啊 他在衝啊 他在拚啊 他行程一天忙不完啊 常常生病啊 都是為了打拚啊 他到底做了什麼 什麼都沒有做 只會一天到晚頭水嘴炮 然後搞對立 那中年辦的東西其實 以韓國瑜的一個成績 他的學經歷 東亞所的這個 他當然知道中年辦的代表意義 可是這個意義他為什麼要去 而且為什麼媒體 當然在香港人來講 他們會引起很大的紛擾 可是在將來你看到的媒體裡面 只會看到那些韓粉 又觸勇的樣子 歌頌的樣子 那這裡面的一個結果是 所以那個政治意義會被淡化掉 沒有 那政治意義 會有另外一個政治意義 你要記得說 蔡英文宣布要當選總統的時候 會有一個標題出來 不顧北京反對 但是等到如果現在 一直在炒作韓國瑜 是可能的總統的時候 北京不會反對 這才是重點 這個北京不會反對 然後這件事情 才可以繼續的下去 晚間10點 盡情鎖定 政治到了